發生在去年 一名伊朗年輕女性 因為沒有戴頭巾遭到道德警察 關押後身亡 引發了大規模的反頭巾 示威 不過伊朗當局卻不斷在強化管制 最近將在公共場所安裝智慧監視器 記錄沒有戴頭巾的女性 並且把資料直接送進了司法單位 這讓伊朗女權開刀車 有女性將頭巾戴好戴滿 也有人任有一頭秀髮 在風中飄逸 在伊朗首都德黑蘭 似乎有不少人沒理會頭巾法 根據伊朗國營媒體 當局將開始在公共場所安裝智慧型 監視器 加強取締 沒戴頭巾的女性會收到警告簡訊 警方稱新措施有助於防止違反 頭巾法的行為 伊朗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 法律中明天女性必須佩戴頭巾 違者會被逮捕和罰款 二零零五年起強硬派領導人更成立道德警察 嚴格取締 而伊朗社會攻擊沒戴頭巾女性的案例層出不窮 外媒報導上禮拜就有一名男子朝兩名未戴頭巾的女性丟職食物 儘管三人都被警方逮捕 但女性遭捕原因卻是違反頭巾法 伊朗警方則表示 頭巾是伊朗的國家文明基礎之一 要求從企業開始加強檢查違規行為 二零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歲的庫德族女性艾米尼 因未戴頭巾遭警方逮捕 卻於關押期間身亡 最終引發接連不斷的大規模群眾抗議 尤其在都市地區 許多女性不懼警方逮捕 冒著危險上街示威 抗爭爆發至今 已有數萬人被逮捕 儘管伊朗司法單位在今年三月 宣布赦免二點二萬頭巾示威遭逮捕民眾 強硬派仍持續要求政府升級管控 公視新聞兩年編譯